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我是一个探寻的话题 这个保险从以来是一个探寻自我的一条路 助险人员要走向被客户认同专业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不对 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认同我们自己啊 对我来讲 我认为我应该专注发展的是我的职业 你可以改变你自己什么样的人生 那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如何未来会更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做保险最大的能耐 就会变成从业务员变成老师变成教练 到支持他人成就大人 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们就像心理智商是一样 变成别人跟我们聊天 他都会有抚慰心灵的一个效果 就是聊完天之后 他会觉得人生是很有希望跟乐观的 这也是我们工作带给我们的一个价值 我们这工作超多时候有低潮的 所以呢请大家做的就是打破低潮是什么 先适时的放胸之后 加倍的努力 每增加一些些东西就让自己拨一点点自信 这些自信是从你平常的学习累积中慢慢的累的 是的 我就是一位保险从业人员 你必须要记住立他为先 你要不断地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去帮助客户 你真的有觉得你的人生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保险这个行业是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很多很多事情 你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我认为这个行业业务工作是人生从新起跑一个最公平的赛道 因为你如果想要你永远可以找到很多的方法在这个工作里面成功 你要很喜欢你的工作 你要非常喜欢 你我都需要转型 因为实在的脚步非常非常快 你我都不断地要转型 那困难一定有 可是恩典一定够 我一个人就走在这条大家都看不见的路 于是我对自己说 我要让这条路也能够开花结果 这是安藤忠雄留下的一段话 要把这段话送给大家 每一个人可以走你自己的路线 也可以成为你自己都觉得骄傲的自己 就哪一个我要把它展现出来